人家陈晓从第一天开始 就给您店住院费 医药费 还整宿整宿地陪着您 可您倒好 一张嘴就给人家要几十万 还要一直负责给您养老送终 你这不是逼人家陈晓 亲家荡产吗 几十万 我没有钱 您是没药 可是您家里人 今天在法院当众提出来的 上面还有您按的手印呢 我 我 不是我 不是我 你说说 人家陈晓多好个孩子 人家本来根本就不用上医院来 天天陪着您 还不是看您身边没人管 这才又出钱又搭功夫地 天天往医院跑 可您那几个儿子是怎么 跟法官说的 说他要不是做了亏心事 干嘛上赶着去医院 照顾老太太 这是人话吗 他们 他 他 他 任奶奶 我年纪轻不懂事 说话可能不好听 从现在起 我和陈晓 还会天天来看您 但是您心里得明白 我们不是做了亏心事 更不是上赶着 那些把自己亲妈扔在医院 不管的人 那他叫亏心哪 谢谢你啊 谢谢你 奶奶 奶奶奶奶 你别伤心呀 奶奶别伤心 不哭不哭不哭啊 不哭不哭 就是捡骨头 把命都摆碎了 喂养了这些小兔崽子 隔人老脚着是自个儿心生 自个儿身上掉下来的肉 命都连着了 可谁承想啊 等着自个儿熬老了 熬得就生了一把老骨头 我 在他们眼里头 你也就是把骨头了 好了奶奶 咱不说了 咱说点高兴啊 谁不愿意说点高兴乐会儿的事 可我 可我心里没有啊 奶奶 您千万别这么想 其实 各家有各家的苦 各家有各家的难 有的人呢 表面上看上去 乐乐呵呵的 心里可不一定 您就说陈晓吧 因为您这件事 学校取消了他 出国留学的机会 他们全家 还得为您凑住院费 手术费 孩子别说了 我看得出来 陈晓是个好孩子 你 你把他带来让我看看他 他这些天不是一直都来吗 今天他们需要有事不能来 明天又要上法院 等忙过这两天再说吧 明天又上法院 是 那天是庭审 明天可能就宣判了 宣判 宣判什么 判他赔定我钱是吗 不光赔钱 从现在起 他的意志负责给您养老送终 就相当于 您又多了个儿子 不不不 我有儿子 我有儿子 我知道 就是他 可以 他们自己养老眼 必须没有 咱们 两专言 儿子 儿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我给您带来了 你们慢慢聊 坐 真香啊 奶奶真是干了件糊涂事啊 咱能不转了吗 咱能坐一会儿吗 你再转我真要吐了 你说老太这么火急火了得 把陈晓叫过来 想跟他说什么 不好说 你不是号称福尔摩斯吗 赶紧分析分析 我分析啊 那肯定是有重要的话呗 废话 我估计老太太呀 要说实话了 我也这么觉得 家里那帮小赌崽子 我只望不上 奶奶您别说了 你歇会儿吧 不行 我得说 要不然就得活活地把我憋死 孩子啊 这些日子啊 我每次看见你的时候啊 就像有一把锥子 炸我这心呢 我越想越嚼着 我真的我 我真的做的 这不是人的事 我真不是 奶奶奶奶 您别这么激动 会有危险的 我但能动他点 我早从那儿就跳下去了 奶奶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 我这也是才想明白过来 我要是死了 不要接你 可孩子你一生冤枉 就喜不欺负我 你说咱俩吧 不沾亲 不沾孤 平素都没见过面 就这么平白无辜 让你受这么大的委屈 可你连一句怨言都没有 你说我 我我我这不是医院保德吗 我这不是人了 奶奶 刚出这个事的时候啊 我真觉得特别的冤枉 也没少受您的气 可是后来 我爸还有莉莉姐他们 让我想明白了 不管是不是受的冤枉 只要有人需要帮忙 我就不能装作没看见 我就不能躲开 今天是您 往后不管换作任何人 只要让我看见了 我还会伸手 我看出来了 你是个好孩子 老天开眼 让我遇到了你中一个好人 您别这么说 我帮别人 别人也帮我 不管怎么说 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吧 您说呢 对 对 对 还是好人多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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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 老太跟你说什么了 说话你急死我了 来来来来 陈小 来 先坐下坐下慢慢说啊 任奶奶说 他当时被撞到疼了晕了过去 根本不知道是谁撞到他 而我是他第一个能抓到的人 所以他就 就赖上你了 他说他为什么这么做了 他那些子女根本都不管他 如果没有人为这事负责的话 他可能就活不成了 他活不成就拿你做垫背的 这怎么 别急别急别急 我估计老太太当时是疼晕了 一念之差的事 哎 不过咱们得赶紧通知语佳呀 有老太太证词 明天上了法庭可就不一样了 全体起立 请审判长审判人入厅 请坐 现在开庭 请原告陈述一下你的诉讼要求 任奶奶 您说话的时候啊 得大大声 得让这里所有的人都听到 法官 我要让他们付给我房钱 找人要房钱啊 九个月的 我不知道原告所指的房钱是什么 但据我所知 我的当事人都有属于自己的 长期稳定的住所 也从来没有住过原告名下的 任何一套房产 这儿啊 在这儿啊 他们三个都是族缘 在我这儿住了足足的九个月 才生出来的 我 我就是要听听他们说 在我这儿住过的这九个月 你 认不认 认不认 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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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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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的就是这个 那九个月的房钱 就让他们看着给吧 我是想让大家伙都知道 我 我认秋莹有儿子 我认秋莹有儿子 打今儿个气 我老死 我病死 都不用他们老生了 叫人家庙 因此 我把他们生出来 我把他们养大抚养了 当成人就只有一个念想 就是盼着他们没三没病 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法官 我都是一个土埋脖子的人 我还能有什么更多的要求 没有要求 我从来就没有 既然原告已经有了明确的表达 我觉得这场官司就没有必要再打下去了 原告你是否撤回本次诉讼 既然他们认了我这个妈 法官 我撤诉 答案 我给大家看 你们应该如何 能够 天呐